为了协助地方尽快的完成灾后的诊件工作 中华民国补习教育全国总会 在日前特别到了吉安乡捐赠上款40万元 而乡长游淑珍也感谢社会各界汇聚善缘 他与公所团队则会秉持服务的初衷 持续为重建的工作奋斗不屑 中华民国补习教育全国总会一行人 在总会长杨嘉瑞的带领下 日前特别由华联补教协会理事长张前惠的陪伴 来到了吉安乡 希望能在强政过后 益助善款协助地方尽速重整家园 那我想我们在4月份立即募资的总共有300多万 那其中我们200万给了花联县政府 我们87万给了我们花联县补教协会 的受灾的会员所属单位 另外我们知道我们的吉安乡长 也曾经是我们的补教同仁 我们特地也拨了这个40万 希望能够发挥名包物语 虽然所捐的款项不多 但是我想这个涓涓细流 汇积成一股大的力量 那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散举的活动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能够抛转于 让全国各级的单位包含团体 都能够知道我们花联县需要大家的爱 他们也承诺愿意 未来后续带领全国补教来到花联 进行旅游跟我们的消费动作 所以今天来到浩克艺术村 更带来满满益助吉安 善行的捐助能量 实际要代表我们吉安的乡亲 代表花联人 为我们全国的补教总会 致上满满的谢意 由你们真好 补教总会连结各县市补教人的善心 援助花联 带动产业经济复苏 并拨款10万元善款 响应吉安香平安路灯 任养一百战 希望能发挥民包物语的精神 将娟娟细流凝聚成强大善能 共同为花联加油 记者许立琴吉安香报导